好難喔 你看我沒有對準 天啊 我打不了鞋的 因為他如果不聽話他就會 你看就像這樣 要拉起來兩個線頭 都把它拉起來 我們把線頭 從這個框的最左上角 有個引線器 我們像這樣勾上去 慢慢做 從右邊勾到左邊繞一圈 繞進去之後 我們再拿出我們的穿線器 從這個洞有沒有 穿過去 然後經過這個鐵擋板的下方 再經過引線器這一個引線 我們可以把它叫堂皇爺 沒關係 然後這樣整個穿過去 好 好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 我們穿線 穿毛線 我們就要把線頭 穿進我們的 穿線器裡面 像這樣勾著 那右手先扶著 左手拉著穿線器 慢慢地拉出來 對 像這樣就很簡單穿線了 對吧 好 到這邊的時候 右手是不是卡住 沒關係 手放開 我們右手握著這個彈簧 然後把它拉出來 就完美穿線了 等一下你會發現 你們的線頭有沒有 拉得非常長 等一下我們線頭 拉到二至三公分 像這樣子 如果一個那麼長 我們就稍微拉一下 讓它順順地到前面來 等一下刺的時候 雙手放鬆 用身體的力量往前頂 因為我們等一下擋板 前面這個擋板 會完全地貼緊到這整張底部 如果沒有貼緊的話 你的作品可能會有一點小失敗 所以我們要用力一點 好 往前刺一個 然後點下 一直按一下就好了 對 那當你覺得好像 沒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彈按 好 我再示範一次 你們可以從背面看 好大 好大毛耶 好 好 這個 我放看一下有問題嗎 先放 先這個吧 看喔 看喔 對 好用力了 謝謝 OK 沒錯 完成 然後完成了 穿線器就可以收進口袋 好 對 完成 要嗎 老師他是不是不能橫著走 如果橫著走他都炸掉了 好 他只會這樣走 如果你要往左邊 你就要轉到左邊 往右邊就要走 往右邊 橫著也是 好 我有掉嗎 怎麼碰碰一聲 那我只要加痕緊 才不會彈開對不對 你加痕緊是不是才不會彈開 對 對 已經歪掉了 好難喔 好難喔 你看我沒有對準 天啊 我打不了鞋的 因為 他很不聽話 他就會 沒有 你看他就這樣 現在就這樣 對 對 可以嗎 對 拿手 太多了吧 好啊 好 可以 我要怎麼 對 好 對 然後你這個 另外一手 OK 對 對 對 他正對著嗎 還是正對正對 對 對 我覺得 抖 2 2 3 3 3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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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